Sally Law 问就是Urgent 想问1798 大唐新能源 他说他4元买的 他说现在需要不用交货 能不能回到家乡 好 这个又是另一个问题 我知道我是长期的 但是我都要一定说 我经常说 你买什么股票是重要 但是哪个价位买是更加重要 也不要说我差 我经常说 如果在8月底的时间 他在做2个月 接着去到10月 就是2个月的时间里面 他升到4元 2个月升到4元 你才在4元追的话 你先问一下自己 你是在做投资还是投机 OK的 如果你是做投机的话 你放回10%做止蚀 你拼不到 拼不到就斩了 但是似乎 因为现在在做3.3 其实跌了7毫 其实都超过了10% 15%都超过了 你都没有斩 那你又倾向是 你打算加住 就似乎是投资 整个部署上就不是很 consistent 所以我觉得 大唐新能源前景是OK的 但是是不是这个位加住 除非你本身已经预期 我抵着买得高 我打算分住的 那当然可以了 但是纯粹因为股价跌了 而加住 不是即时升的话 你心理负担很大的 我谈一下 你先持有先了 你升上去第一个阻力 大概就在3.66附近 有很显著的获利空间 但是先搞这些住 不要再加住了 好啊 2 2 4 6 6 7 6 6 7 9